我們回來了 然後我前面碰到她 我就跟她說 也當作是驚喜 蠻好玩的 真的 她就是沒有準備好 待會我可能會問她什麼問題 因為比較熟的朋友 可能就會丟一些 你知道比較八卦的問題給你了 OK啊 OK 你自己說的 現在還有什麼八卦要珍惜 也是 現在是一個幸福的人氣 對對對 Anyways 首先現在要來恭喜 因為你要發新專輯了 這是我們大家還有你的歌迷 這是最期待的一件事情 你自己的心態怎麼樣 你自己感覺怎麼樣 其實我覺得就是 自己也覺得等了很久 是有多久了 好像有三年了 好的東西需要等待 是沒有錯 但是也覺得有點久 三年其實還好啦 是還好啊 但是 我就是不想 我覺得我自己是不想停下來 但是又不想為了出專輯 是是是 說得很好 我懂 你還是希望每一個作品出去 就是沒有一首歌是你不想介紹的 你說的非常準確 以前真的就是會覺得說 你特別喜歡哪一些 但是其他部分就是開放給公司 讓他們做他們的安排 我永遠都覺得 他們比我自己更了解我自己 但是我覺得這三年的時間 自己真的成長了不少 我相信 所以就是用現在的人生經歷跟感受去詮釋這一張專輯 所以我們會在這張專輯裡面聽到很多 跟以前不一樣的東西嗎 我這一次我覺得很特別 就是我在錄音的時候 很多東西都是滿出來 你知道嗎 怎麼說滿出來 就是反而要收一點 就是感動或者是那個感受 我這次製作人就是小馬老師 他開放一個很大的空間 讓我自己去在音樂的這個世界裡面 投入我的情緒 給出去 然後錄音室好像沒有 是沒有人的狀態 可是你又感覺到有很多顆眼睛 很多顆心在等著要吸收你給他們的故事 所以就是一個我自己覺得很浪漫 就是跟自己談戀愛 跟自己就是講很多很多的故事 一邊唱一邊回憶 所以很容易很多東西是滿出來的 然後有時候製作人還會說太多了太多了 其實其實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我覺得製作人在錄音室裡面是要跟你講 你可能先要多其實是好 先要放出來然後再收 對不對 其實很多人覺得製作人做的事情是調整我們的技巧 或者是我們的轉音抖音 這其實不是 我覺得我這一次的錄感受特別深 就是老師包括黃庭一直引導我 就是沉浸在那個音樂的氛圍裡面不要想太多 而且我們幾乎就是唱一次到底的 哇賽 要挑戰就是完全都是one take 因為這樣子才可以保持你當下就是很完整的一個情緒從頭到尾 對 因為你用貼的有時候會覺得不是很完整 one take真的就是讓我覺得說這個挑戰是很需要的 而且以後很多機會需要唱到現場 那如果你在錄音室沒辦法one take的話 你出去也會很讚 你知道我聽完你這樣來介紹你的新專輯 其實我已經有非常大的期待了 我覺得在音樂部分 包括你自己 你說在這幾年裡面的成長 我們大家都相信可以在這張音樂裡面聽到更完整的一個良文音 那除了音樂之外 我也知道你這次哇真的是一個幸福的歌手 因為你跑去了葡萄牙 對 對不對 你要不要跟大家來講一下你去葡萄牙做什麼 然後在那邊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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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是一個Honey Moon嗎? 就不是去工作啊 我前面幾乎五、六天的時間根本沒理他耶 你沒理他 他自己一個人走跳耶 在領事本 妳不擔心嗎? 我覺得拍MV 妳不擔心他迷路嗎? 他超會記錄,這我不擔心 他是人體那個地圖 GPS 對對對 我就是前面幾天那麼拍攝其實是很辛苦啊 相信 因為又很冷 是是是,我看到那個風吹得好大 真的 就整個人好像要被吹走的感覺 然後妳還要在鏡頭面前表現的一副很 但是很美 因為妳拍的時候就是那 妳知道女生長頭髮 然後那種自然的風 就是感覺拍出來是很唯美的感覺 對,我覺得就是我們的團隊非常會 把我弄得很好看很漂亮 照片出來我有嚇到 那本人就是這樣子照片出來更好看 謝謝 真的沒有說實話 那妳在這邊有沒有 因為去葡萄牙去里斯本嗎? 去里斯本 哇那邊真的是 我看到那些畫面就像走進童話谷 是因為有城堡對不對 對對對 那種古建築 我們有去城堡 然後那邊其實也是一個很充滿故事性的地方 是 對,然後這次很多 很多時候我都沒有特別演 老實說 因為我要詮釋的就是一個去一個沒有去過的地方 然後去 看見的感覺 對 然後找到自己啊 學會放下 回憶啊 等等的 但是在一個不熟悉的陌生環境 其實很容易去帶出那個感覺 所以我在里斯本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是閉上眼睛 然後去感受一下周圍的聲音 鳥叫蟲鳴 什麼的 車水馬龍 其實就是陌生的 所以我覺得那個感覺就是 怎麼樣看 怎麼樣舉手偷豬 我覺得那個畫面出來都很自然 期待耶 真的一定要期待MV 然後有人在留言板上說 果然是度蜜月 不是 因為拍MV很辛苦 我就不想讓他陪啊 他就自己去走一走 然後最後三天 我們才留下來玩 是 你說到拍MV 然後我有在你的Facebook上面 看到一個Teaser 一個預告的短片 然後我裡面看到 你這次也有邀請到懷球嘛 懷球 欸What's going on 為什麼他可以 他親了你一下 嗯 只有一下而已 不過癮 什麼 我回來馬上跟我們老闆說 欸 也太少了吧 就親那一下而已 我有看到但是 那你知道老公會怎麼想 工作啊沒關係 我很好笑 我很八卦有沒有 沒關係 我說老公我懷球有親我 我還給他看 然後他就說 又沒關係 你們那麼熟 我就說你幹嘛不吃醋啊 你白癡了 很想被疼有沒有 但我覺得他很大方 因為第一個是因為工作對不對 不管是演員或歌手 因為為了可能要呈現MV裡面需要的劇情 對 然後他會讓你去 這樣子很專業的去扮演你的角色 我覺得這很酷 其實我們也沒有說一定要親或是要抱 就是那個當下 我們一邊聽音樂拍MV 在抓一些互動的畫面的時候 就自然 對 就被親了 大家現在更期待了 很多人應該很羨慕我 除了音樂 又很期待一下這樣子的一個畫面的呈現 對 哇賽 那這次去了之後 你有沒有在葡萄學到一些什麼葡萄牙語可以來教我們 我只有聽到Hola Hola 就是你好 你好 那他其實跟西班牙語差不多 好像有些蠻像的 好像有些蠻像的 蛤 那是什麼 哈囉你好嗎 那他們就是都是用Hola這樣子的一個音樂 沒有 我沒有學到什麼太多 沒有特別對不對 就算學我現在應該也忘了 你有學到喝酒就對了 我有看到那個新聞稿 這個不用演示 你到底一天喝了多少 其實我跟你講 我喝的就是大概30cc那種 一點點的 你確定嗎 真的 我知道文英的酒量是不錯的 欸 你亂說 我什麼時候酒量很好 沒有 因為那邊的很有名的酒就是波特酒 波特酒 有沒有聽到 你去葡萄牙的話一定要喝一下品嘗一下 然後對 他在當地的那咖啡廳裡面就有賣小瓶 很小瓶 水手瓶 可以放口袋 但是他將近20%左右就是酒精濃度 然後 OK 跟紅酒差不多比紅酒再高一點 再高一點 但是他是甜的 他是甜的 然後我自己只會喝甜的酒 然後他又喝下去的時候 喝一口就全身就會熱起來 我那時候已經暖暖包也貼了 什麼都做了 但是就是不能穿外套的情況下 我真的只能這樣 喝一點波特酒 一兩口而已 一兩口而已 就喝完了 對 哇那很酷 大家要記得去那邊 因為我知道 我看到那個風吹我就知道很冷 更何況你去穿的衣服感覺是比較單薄的 對而且還去海邊 然後又下雨 好然後到這邊呢 因為時間關係 待會我們會進一個首播的片頭 你來介紹一下 好 你的新歌 現在嗎 對現在 好 來囉 我的新歌 我們現在來聽首播 好 我的新歌叫還好 然後是我第六張專輯的主打歌曲 那這首歌其實就是講述人生不同的風景 然後也是一個長大以後面對愛情的一個勇敢還有成熟 時間過了自然讓我們學會祝福 好那我們就來聽一響段喔 好 留言板上有人說 好好聽 然後好聽到想要哭了 然後又有人說 好好聽起雞皮疙瘩了 我自己也覺得文英唱這樣子的歌真的很好聽 然後非常的 讓我聽到覺得他在講述一個故事 很有畫面感 聽到時候很揪心 這首歌叫做還好 也是文英這次新專輯當中我的首播主打歌曲 那剛剛我們有聊到說這首歌是不是在製作期的過程當中差一點點要被淘汰 然後沒有放進去 對 因為我們這次專輯有很多的討論 不管是開案的剛開始選歌或者是 因為我覺得現在是角色不太一樣 然後也真的長大了 然後也有不同的經歷跟學習 所以在唱的時候其實就是有蠻多的擔心 所以就有考慮說這首歌是不是不不要放這樣 還好有收進來 還好有收進來 還好 真的 大家有聽到嗎 還好 這首歌就叫做還好 你看他多容易就是被人家Cue出來 還好 對啊 所以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經歷過就是 就是你要預備心 要被人家忘記的這件事 我相信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 我覺得那個好難過 或多或少都有 因為人都會有自己的一個巔峰 但他不可能保持在一個巔峰 他可能會往下下沉的時候 那個時候你可能會心裡面有點焦慮 感情狀態呢 我的意思是說 你快要從一個人的心裡面被淘汰 我覺得都一樣 都會 對 可能 你是很釋然的那種還是你會 你說我嗎 對對對 我現在被訪問起來 我說我想知道你會是什麼樣的感覺 你是說我擔心會不會被對方遺忘掉這樣子 就是你預備心 其實我在唱這首歌的感覺就是這樣 就是 預備我已經不會在 彼此的未來 對方的未來裡面 我不在他的夢想裡面 然後可能他以後去的地方 都與我無關的那種感覺 所以就是 這是我在唱這首歌的心情 你講的就是非常的投入 所以感覺到你前面的演唱 然後我也發現你這次的唱歌的方式 好像跟以往真的也有一點點不同了 對 然後 之前我記得 我跟文英聊過他唱歌 你一直跟我說 你覺得 你肯 譬如說 你說你的 你會聽到自己有很多的鼻音 或之類的 但我在聽你的新歌裡面覺得 我覺得你現在的聲音是很open的狀態 我應該想太多那時候 對 是不是就跟你現在的心情一樣 因為你知道 結了婚做了一個幸福的人妻 然後整個心胸就打開了 然後聲音也打開了 然後唱歌的時候也就是 把一切東西就 你知道 就都還好嘛 就放開嘛 對 其實我覺得 婚姻它就是一個角色的轉換 但是歌手它是我一直要走的路 所以我一直想辦法在我自己的人生不同階段 好像拿自己做白老鼠一樣 就是把我放在每一個 把自己做實驗 對 就是把自己放在每一個環境當中 你就唱什麼樣的歌 就是婚姻你現在必須經歷 你這樣形容得很好 對 你現在必須經歷這個 你就用這樣的心情唱 你不要過多的揣摩 或是什麼 你用你現在的心情去表達 對 自然會有感動 所以婚姻 你本身是一個想很多的人 但是 以前我覺得以前真的 然後是因為婚姻之後 可能會不會是因為婚姻之後 包括婚姻啊 然後先生都給你很多的 應該說正能量 嗯 然後很多的呵護 嗯 所以你不會變得這麼的覺得 嗯 有一點害怕去嘗試某一些東西 但我覺得80%的功勞 還是我自己 先生有在聽嗎 因為也要是我答應嫁給他 不是嗎 當然 你要先說yes 這是首要條件 對 但是我覺得不僅是婚姻 在我身邊真的有很多幫助我成長的人 包括我的經紀人 我的老闆 我的同事 我的歌迷 我的家人 我覺得都是 就是當所有事情 撞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就是會把我的 那個 帶到不同的另外一個領域 然後讓我體會不一樣的心情 是 其實就很像這張專輯副駕駛座的風景 每一個階段 每一個路程 其實它都充滿未知 我們都不知道未來會怎麼樣 可是就是很享受在每一個當下 慢慢的去經歷去探索 然後集結成每一首歌 跟大家分享這樣 然後我們聊到這張專輯副駕駛座的風景 是 然後還有兩天的時間 對不對 就有數位的發行 數位發行 然後大家好好來期待一下 那實體的發行現在可以告訴大家了嗎 到時候會再跟大家公佈 是 然後大家當然 那大家先follow我的歌曲 然後期待MV 就這樣認真專心的做 喔 我跟你講 我很期待MV 等待這件事 我非常期待 一定要期待MV 我這幾天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感覺是看了會有某種感動對不對 而且很想念理事本 很想念理事本 應該是想度假吧 好 大家現在聽到這邊就覺得說 嗯 梁文英應該已經在那邊是 過得很爽 然後那個博特酒也不知道喝了多少 說實說幫自己暖身 其實在那邊是滿足自己的 你知道喝酒的慾望 沒有啦 出國就應該好好工作好好玩 好好休息嘛 對不對 然後再過兩天 文英的這張專輯 副駕駛座的風景馬上就要發行 當時會有很多很好聽的歌曲 然後謝謝文英今天來上節目 來探班 謝謝 跟我們來分享 因為時間有限 不然真的要好好再跟妳多聊一下 這應該是我上的第一個電台 耶 這是宣傳 賺到賺到 然後 祝妳宣傳一切順利 然後專輯大賣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文英 謝謝大家 下次再見囉 拜拜 休息一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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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